那時候所有的 看到這則新聞都搖頭耶 結果你今天 不是一般的民眾 一般的民眾都很不能忍受 你現在你們集體在那邊演 而你陳一鳴是高一的副校長 你們淪陷到這種地步 一個高一的副校長 過去書怎麼教的 你會無法辨識 你不能站在期間 你還要勸他們說趕快離開 你不能佔用這種 需要保命的 這些人的一些醫療資源 而且後來王永公布 外面佔滿了家屬 佔滿了人耶 你沒有那個呼吸器 你沒有病床 你就在外面掉點滴耶 你可能在外面有一個床給你 有很多人擠不進來 何況醫生說那個是救命的病床 這很危急的病人用的 那為什麼你們這些政治人物 你們堂而皇之 可以上演這個大戲 陳一鎮還跟你講說 我兩天我好像昏睡不行啊 你不是老戲 古黃昭順把你手去夾了一下 而且也沒有真正夾到 那至於說 林玉華我不敢講 沒有影片顯示說 他為什麼要做輪椅 他說他的那個血管快要破了 因為沒有影像 所以我們在這不說 因為他的戲 他或許是一齣戲 或許他真的受傷了 可是他的戲全部被陳玉珍搶走了 所以你就 你不覺得荒謬嗎 而且你們排排站 那還把韓國瑜叫進來 跟你們在那邊鬧笑話 好這是我們看到 佔用重症急診的醫療資源的 一齣鬧劇 那你看那個現場 多少人大呼小叫的 去衝外交部的時候 那那個陳一鎮也是 影像出來的時候 而且剛看到只有影片 沒有聲音 後來才抓到聲音 聲音才知道 他在說謊嘛 你已經動出了 到有畫面 你後面還繼續說謊 然後你到現在 韓國瑜叫你道歉 你到那個不情不厭的 你還繼續說謊 你說什麼謊 這個才叫做庶民心態 你知道嗎 我說庶民心態 就是我們的臉書都被洗版了 庶民抱什麼心態 覺得你們這些人在幹什麼 然後最痛恨的 最厭惡就是說 動出之後還說謊 那個女警 他已經告訴你了 我是保留的 你出來說他 我不知道他身份 已經說謊了 你後來還說 我不小心拍漏他的帽子 我只是手拍他的肩膀 是這樣嗎 你根本就是動出 你說你沒有動出 可惡啊 可惡加三級啊 真的是想罵人了 那個連友每次叫我不要激動 不過真的是你會覺得 真的看得好笑又好氣啊 你要這種代議事幹嘛 你本來是 陳一鳴委員 我訪問他好幾次 他是有他的專業的 很專業的一個 不分區立委 他甚至連農藥 他都可以講啊 他有他的專業的 你看怎麼搞到政治 而且現在這賣力演出到這種地步 他自己不像過去的陳一鳴了 那你說這個集體的荒謬劇 演到現在這樣子 大家會覺得這個戲是看得下去嗎